全家又出了个新品 这个叫白芝海鲜意面 然后就这么简包个盒子 14块8 价格挺贵的 然后每100克829千焦 也是比较 热量比较高的 那么现在把它拆开 看一下 这个白芝意面 不知道它这个白芝是蘑菇芝 还是什么芝 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一个非常简单的包装 也是在新品里边包装比较简单的 开口是这边 中间没有一层那个纸在挡着了 杆舔不下来 干得太死 吸得太死 看一下 都有什么白芝海鲜意面 能看到属于海鲜的部分 应该就是只有这个 应该是三文鱼碎 是海鲜 除此之外 这个是洋葱 看不到其他的海鲜的成分了 这个可能看上去像是鱿鱼 试一下 不是啊 不知道是什么肉的肉碎 反正是一种肉碎 不是成块 你看着它粘在一起 实际上是一种绞肉碎 应该是某些鱼的那个肉碎 然后大概是这样 白芝在下面啊 这个东西拿在手上感觉重量还是挺重的 忘了 刚才忘了说重量 这个东西一盒是 356克 这一盒只有356克 但是拿在手上感觉非常重啊 我还以为它很沉的 这个可能就是一种错觉 我们试一下这个白芝海鲜意面的味道 这个可能是我要给全家 这个便当里面给插评的之一了 这个东西太咸了 它这个汤啊 已经这个汁啊 已经咸到一个 怎么说呢 无法忍受的一个程度了 我本身东北人啊 口就重 但它仍然给我的感觉 仍然是太咸了 这个真的是太咸了 但是你别说面 还是挺正宗的 一面的感觉 就是很正宗的 适合国内口味的一面 就是面已经熟了 它这个面确实这个底下这个汤啊 有这种奶油浓汤扒住面的感觉 这个感觉在的啊 没有错 感觉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它太咸了 试下底下这个三文鱼的肉碎 嗯 这个三文鱼是 烟熏过的三文鱼 有这个烟熏的味道在里面 哦 这个三文鱼好咸呢 所以说这个面啊 白芝海� 意面是个非常重口味的面 如果不能吃 不是很喜欢吃咸的小伙伴 选择这个面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底下还有油啊 不知道是橄榄油还是什么 什么食材 渗出来的油啊 感觉不出哪个食材会渗出黄色的油了 除了这个 连三文鱼 我觉得都不会 我已经吃了三口了啊 正常来说应该已经适应它这个咸度了 但是还是觉得它太咸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折不扣的太咸了 那么小伙伴们选择的时候要慎重啊 这是唯一给全家的一个不是好评的这样一个菜可能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未知小白 有互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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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